腿肠怎么凉从哪儿到哪儿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孙正明 陕西省人民医院顾科主人医师 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要凉腿肠 比如说买衣服啊买裤子啊 和一些各种原因需要测量腿肠 我们临床的标准的测量腿肠 就是要从卡前上衣到内环间的这个距离 就是一个绝对的腿肠 我们卡下上衣就在我们这个骨盆卡起的最高点 我们就卡下上衣 这地方白后用软齿下拉到内环间的最高点 这个距离就叫腿肠 一般我们是在骨科来说最常运的就是骨折 比如说我们这个骨径骨折 或者一些骨头患死 小孩的一些走路畸形 走路不态不振 我们怀疑他的肢体不动肠的时候 需要来测量 比如说走路不太不太正常 就是走路一瘸一滚 首先可能要测量他的腿肠 测量腿肠我们首先可能要考虑 第一个有没有骨头患死 比如说骨头患死的病 他的患死 他是骨头塌陷 骨筋短缩 他的左右腿是不等长的 和一些骨筋骨折的病 比如说他错位了 他的骨筋向上移位 他可以出现左右腿的不等长 我们通过测量 知道他这个腿是骨折 错位 和一些前期发育的问题 他的腿左右不等长 我们需要测量 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骨筋骨折 有些老人摔了以后 你搬动人插他的髋关节 病人疼痛 男人有时候测他的左右腿长 就能判断他这个骨折有没有异味